一阵子贝鲁特港口爆炸 那只是一个最新的一个小悲剧 黎巴嫩他面临的问题 跟全世界所有国家先面临的问题一样 但是因为他相当的脆弱 就是他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 货币贬值 政府贪污造成了政治危机 然后呢影响这个国家最严重的 就是电力 他的电力到什么程度呢 每天供电时间在过去只有12个小时 后来就剩不到三个小时 在2021年10月以后 随着整个当时的油价开始上涨了 他搞到几乎有一段时间 一整天通通都没有电 整个城市陷入了一片的漆黑 后来仍然只有2到4小时 这是一个国家 本来叫中东瑞士 可以坠落到这个情况 甚至人们还穿在到中东小巴黎 黎巴嫩现在有四分之三的民口 人口居住在贫穷县以下 于是我们过去听过叫做叙利亚难民 我们听过像阿富汗难民 我们听过像利比亚难民 现在是黎巴嫩的难民出现在大海上 所以这个世界难民呢 在2023年的时候 联合国难民总统提出警告 正达到了高峰 不只是因为内战 还因为通货膨胀 而最新加入的包括了这个 曾经被称呼叫中东的瑞士 最美丽的小巴黎的黎巴嫩 他的难民呢就变成是自己的总统 还跟难民勾结 政府也跟难民勾结 然后他的总统到后来因为不受信任 所以整个政治现在是 完全无政府的一个状态 所以他们当地的警察 当地的政府就跟走私集团是勾结的 所以就会有小船相当拥挤 然后结果就有一个150个人的小船 就颠覆了 变成一个所谓的偷渡的一个悲剧 但是这个偷渡的悲剧 只是冰山上后的一角 黎巴嫩正式变成全世界的难民国 这是黎巴嫩首都贝鲁特 夜幕降临音乐节奏声响起 就是一个午夜狂欢的时刻到来 贝鲁特的夜店入场门票 约15至20美元 然而在每况愈下的经济崩溃 和货币贬值之下 黎巴嫩的通货膨胀率 位居全球第三 仅次于新大卫和苏丹 因此在这座有40%人口 每月工资不到100美元的城市 盛行的享用文化 算是奢侈 不过比起门票 彻夜的音响 还有直到隔夜清晨 才熄灭的霓虹灯 才是真正的奢侈 其实黎巴嫩的国家电力已瘫 换30多年 长期以来每天供电的时间 平均只有12小时 因此每晚夜店 所有用于狂欢的电力 是靠私下购买来的柴油发电机来发电 自2019年后 电力公司供电的时间 剩下不到3小时 而一般民众生活都有问题了 哪有经济能力买得起发电机 在2021年的10月之后 情况更惨 黎巴嫩两个最重要的发电厂 燃料耗尽 所有城市在夜晚陷入一片漆黑 至今贝鲁特每天的 公共电力服务时间 仍不足2到4小时 很多人都来自私电汽车 但这也在短期购买 而且它 像其他品牌 就变得价格 一个国家的崩溃 可能取决于多种形式导致 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 贬值的货币 腐败了政府和政治危机 而发不出电的国家电力公司 或许不是黎巴嫩政府 失败的最后一环 但它无疑是为民生 带来最彻底的一击 当世界焦点都在 恶务战争美中竞争 这个曾经美丽的国家 正在世人的忽视中坠落 100,000磅 banknote it is the biggest banknote now it is almost worth a little less than a dollar three quarters of Lebanon's population of over six million now live in poverty with inflation soaring where can we go now they should come and take us now they should kill us and throw us in the ocean because we can't handle it anymore the pound has kept sinking since the meltdown began in 2019 it was triggered by decades of rampant corruption and mismanagement by the country's political and financial elite despite the gravity of the crisis the political elite has failed to take action since last year the country has had no president 自从2020年8月4日 贝鲁特港区大爆炸 承担着全国60%海运的港口 婴儿痪瘫 170多人死亡 6000多人受伤 30多万人无家可归 如果要说到 这三年来的痛苦 黎巴嫩人可能会告诉你 政治腐败 港口爆炸意外 还有经济崩溃等悲惨事件后 新冠病毒的传播威胁 对他们来说 在当时仅排在第四位 继叙利亚 阿富汗 巴勒斯坦之后 黎巴嫩也已经成为难民 出逃的国家 2022年9月20日 一艘走私船 自迪利波里北部海岸出发 150人的小船相当拥挤 其中还有24名是小孩 这群人来自巴勒斯坦 叙利亚和黎巴嫩 在波涛汹涌的海上 许多人感到极不舒服 原定十天的航程 打算前往意大利 没想到才两天 即发生灾难 早前辈赶 Stanwijk 我们的家里 希望我们要加密档 我们要加密档 我们要加密档 不需要五十年 分額 我换带到百块 百块 塔拉卫是少数的幸存者 当初她将房子 抵押给走私集团 换取自己妻子 和四个孩子的旅费 传犯后 他的妻子僅僅抓住了 兩個最小的孩子 老大和老二则是和他在一起 然而这一放手 就是一家人 天人有格 这起传难在全球引起震撼 黎巴嫩政府不得不采取行动 佐斯集团的负责人因此被逮捕 然而这只是众多悲剧中的一个 他揭示的是一个冷酷的现实 那就是黎巴嫩经济愧绝 人们不得不选择逃亡的现实 英国新闻节目China 4 News 访问了这名号称人口走私集团的 关键人物 他表示自从9月这场翻船悲剧发生后 他已经不在走私船上工作 但他说情况并未停止 甚至由于黎巴嫩的动荡 今年将是有史以来 偷渡最繁忙的一年 为何要选择当一名走私犯 这名匿名受访的男子说 他也是为了养家活口 所以参与了黎巴嫩唯一一个 蓬勃发展的服务企业 这句话点破了一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